比ABAGO還要好懂、還要簡單 對 這第一版本來是最複雜的 那我直接開始 好,那大家好,我叫SaaS 然後這個主題是要講ABAGO 然後到ABAGO自由跟ABA自由 那ABAGO是又一開始下 跟離世史對戰那個版本 然後它的特點是 它有某一些Handcraft feature 就是一些人造的feature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domainology 去做的一些feature 然後那另外是 它一開始有用到一些 SupervisedRending 就是去學人類的起步 然後最後才 用人類的起步 那ABAGO自由的話 它就是完全沒有 domainology的feature 然後也沒有學人類的起步 那完全是用人類的起步 那最後一個ABA自由 把扣拿掉的意思就是說 它把它派在其他 其類遊戲上 那不限於圍棋 圍棋的功能就夠 對,所以拿掉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派在其他上面 對 然後,誒,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下圍棋 還會下圍棋嗎 好 那我大概就介紹一下圍棋 圍棋就是大概是 一般情況是19.19 那不過旁邊是一個簡單範例就是 9乘9 然後一般就是 你圍完之後 就下完之後 那你要去點點之前 圍起來的圍棋有多傷 那譬如說這個 黑點點就是 黑色圍起來的領地 然後白色的 點點就是 白色圍起來的領地 然後看哪邊比較多 那因為 黑的有先手優勢 所以黑板會 要扣一些掉 那一般 ABAGO的圍棋是7.5 就是說 黑其實至少要贏8 多贏8個地 它才算贏 那在圍棋裡面的地 叫做木 所以我們會說 黑至少要贏8木 它才會 它才算贏 我這邊有問一個圍棋 我覺得是很笨的問題 就是說 假設 這一片本來是黑的 後來它被 就是被幹掉 對 我不能繼續 就是 就是不能怎麼 下回去嗎 可以 但是它可能 還是不會活 如果你 它還是不會活 你就只是一直送 一隻進去死 但是因為我下的時候 它也要下 它的木不是 就會變少了嗎 例如說 因為你多死一顆 有很多種算法 那你在裡面死一顆 那個紙也算對方 所以它那個地方 就會算那樣子 它不是說只有算那個 微地嗎 死掉的紙也算它 死掉的紙也算它 所以你下一顆進去 那它一定你手 這樣就是 以前在學到怎麼 死掉的紙沒有算 有 有 有不太一樣的數法 然後這樣有一系列 就是不用 死掉的 不用算 就哪個方法 因為就是以前 有想說 這樣子的話 我就 我被 被吃掉 我就在下 因為我下一個 它還要下一個 它就要損失一顆木 第一句方開始學微棋 都是會把 就是 你提走的紙 它其實是在最後 數算盤的時候 是 放回對方的 力去 斬 喔喔喔 整個四個四個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下一個 然後 然後最後是算死掉的話 那你要貼一個 是你的空間 對 對 所以這樣其實 就不可以 它是用 就不會可以 OK 謝謝 然後 那但是還是 介紹一下微棋 比較特別的規則 大概是九成四種嘛 這比較沒有問題 然後 那就是一個人 是拿黑紙 一個人拿白紙 然後交換下 然後黑先 然後黑白交替上下 然後另外 有一個就是說 什麼情況可以 把別人的紙拿掉 就是說 如果你把它 那個紙 連成塊的地方都圍起來 那就我可以提掉 那這邊 Case就是說 呃 假設 像這個白紙 它就只剩下這個地方 是還沒有 黑起來沒有下長 那如果下去的話 那白紙就會被拿起來 那我們叫做提紙 就把它提掉 對 那另外是會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情況 是打結 那打結就會像這個地方 就是如果等一下 呃 黑棋下去 那等一下白紙下過來 就把黑棋吃掉 那你可以想到等一下 如果那黑棋又下過來 那不就把白紙提掉 那兩個人在這邊 下來下去就好 那 然後但是在圍形裡面 是禁止這個規則 就是禁止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呃 呃 如果你 呃 你白棋等一下提過來之後 白棋把這個黑棋吃掉之後 那 黑棋尿到其他地方 下一手 然後他船可以再過來 就是這樣吃回去 他不能就是別人吃怪 你馬上這樣吃回去 然後 打結這個情況比較特別 然後 所以 一開始阿發哥出來的時候 呃 的前幾盤棋 然後那時候大家有在猜測 是不是阿發哥其實不太會打擊 那原因就是說 呃 前幾盤棋都沒有出現打擊 然後 呃 那時候大家有比較懷疑這件事情 那不過後來 呃 在阿發哥 在跟你姿勢對戰的前 之前他有那個 好像歐洲的 職業洗手隊 然後那幾盤棋 就已經有出現過打擊了 對 然後不過現在一般就是認為 阿發哥是會打擊的 那只是在那下幾盤的時候 沒有出現打擊 對 然後 黑棋 呃 因為黑棋剛剛說有先手優勢 所以黑要貼7.5 就是說 黑至少贏8目他才算贏 那 那 所以我們就先介紹一下這個 圈鍵叉叉 那圈鍵叉叉 那圈鍵叉應該就是 這個大家有玩過 十分簡單 那 你可以想說我們要怎麼 呃 學會玩圈鍵叉叉 那一根電台方法就是 我們去把它的 gantry給展開 那 例如說就是一開始空白 那我就想說 欸如果我黑下這裡 然後 那接下來的情況會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我就去報收 我想說 那等一下擺一下這裡 然後等一下 再下一步再換黑下 然後把它去 全部展開之後 就可以看到說 欸 那我現在哪個地方可以 然後 那我就可以推回來說 那我第一步 應該要下來終界吧 對 然後 那 所以像圈圈他的遊戲 其實是可以這樣子玩的 然後當然他有一些 就是針對這個搜尋的時候 有一些 簡直的技術 就是例如說他發揮他的功力 然後這樣的話 可以減少一些搜尋的 space 然後 那 像圈圈他 XX這個遊戲 他的搜尋 space 大概是兩萬左右 然後就是說 大概有兩萬種檯面 然後可以 就可以把這個 呃 所有的情況給報收 然後 基本上你就一定可以下 呃 一定可以下到評審 假如兩邊都是最好的情況 那一定可以下到評審 那再來講一下威脅的情況 那威脅的情況 那威脅的情況 這邊是比較小的幾個 但你可以想像 Total是19x19 那 呃 一開始19x19 他的第一個情況 就有380種 然後又下一手 下一手的可能性 又是 300 呃 第一手情況有381種 那第二手有384種 那第三手有379種 然後所以 呃 你可以想像他的search space 是超級大的 然後 然後even code掉一些 呃 不可能出現的盤面 然後那 他的整個盤面的情況 還是有10的174種 然後 所以基本上用 呃 比較基本的搜尋的方式 都是做不來的 對 走 然後那 那算10的174 把它填滿 他是assume 還是說他認為 大概average 下了多少手以後 會有答案出來 這樣子 呃 我不太確定 但應該是average 呃應該是算到 呃 就是 算到可以停的情況 你就算停 就不一定要填滿 對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可以想一下 其實我們人在下的時候 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 那 你可以想 呃 直覺上的原因就是 第一個 我們在想 我們在search的時候 我們會 有一些直覺 也不能說直覺 就經過這個今年 冷月的訓練之後 你大概會有一些想法 就是說 呃 哪一些是比較有可能的地方 然後 然後你會針對這個地方下去進行一些 呃 呃 可以是算是爆搜 或者是 你會針對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下去搜尋 結果來說 我可能覺得第一步 呃大概 就這幾個地方搜尋 是比較好的 那我可能只會搜尋這幾個地方 然後 只需要搜尋到某一程度之後 我就會針對那時候的盤面 然後覺得一下 欸好像這個盤面 呃 對誰比較有利 然後我就覺得 那好 那我第一步應該可以 跑路下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想說 我們 呃 我們不需要搜尋原因是 第一個我們對 這個盤面有一個 類似直覺 也不能說直覺 或者一些 今年的一月出來的一些東西 但我們不需要 真的搜尋整個東西 呃整個space 對 然後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講 阿巴巴哥是怎麼做的 那阿巴巴哥基本上 做法就有點像剛剛說的 第一個部分是 他會用試用的training 那training的部分 他會有點像可以針對 我剛剛說的 就是一個期盤 那我去預測說 那接下來哪一些地方 是可能性比較大的 那我只針 呃我用 呃等一下設學的時候 我會針對這幾個地方 比較在意的去搜尋 然後那些機率比較小的 那呃我就有比較 我就用比較低的心去搜尋它 然後他鎖定就連搜尋都沒有搜到 對 然後第二階段就是像剛剛說的 那搜尋的部分 那他是用我們cowic research 這邊建議寫的MCTS 那基本上就是說 像剛剛說的第二步驟 我們一開始有直覺之後 我會針對那個地方 然後再下去展開 那就像人類一樣 就是我會開始覺得 這邊比較有可能 那我就會針對那個地方 開始下幾首想想看 然後 模擬模擬想想看之後 然後到某個地方 我覺得 欸這個地方 呃好像是對我有利 然後我就會 但是當然跟我們免除 就是有一些地方 其實 呃沒有想到 那對方想到了 然後 所以你就誤判這個形勢 對 那 所以 呃這基本上跟我們 有點像人類在下行 概念是有點像的 好 然後那另外是 這邊的部分就是 呃因為圍棋的盤面 你可以想像 呃一個形狀 它可能在 不管它在其他的哪個位置 它可能都有一定的性質 那這件事情跟圖像是有點像的 比如說 呃 這邊是一隻貓盒 那移到右下角 你還是看出來 它還是一隻貓 它不會因為你在其他哪個位置去 嗯 就 就變得不一樣 那所以 呃在 在 Alpacore裡面有4000分4合理 然後 那另外 它是只有 confusion類 它是沒有 那這也是很合理 因為你可以想像 對圍棋而言 你只要隔了一格 不一樣 它就整個壞掉了 這樣整個 可能 呃 就對整個幾百年就很大 那像 Pooling這種 即是位影一格 那對圍棋來都是 十分嚴重的事情 那所以 它是應該沒有Pooling 然後 那這也是十分合理的事情 那 所以它是應該基本上 只有 confusion 那沒有不一樣 它先 它是 input是image 還是 例如把49 變成是一個 像一個那個 image的pixel 這樣子 它是 19x19 19x19的那個 對 就是 10 有的話是放1 沒有的話放0 你可以大概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會 再稍微講一下 好 謝謝 好 然後 Alpacore的圈景大概 分這幾個部分 那 那 最左邊的部分是 它會先從人類的 旗鼓 然後 學兩個 學兩個 你可以想要 Network 或者Model 然後其中一個是 比較簡單的 它只有 這邊可以做一些 比較快的事情 然後 因為是比較複雜 它準確度比較高 那等一下會 介紹一下就是這兩個 那分別他們的功能 是什麼 然後等到我用人類的旗鼓 train完之後 那我就要開始自己跟自己相 然後 然後 它會用 它會用人類旗鼓 train出來的Model 做你的秘書 開了之後 然後自己跟自己相 然後 那這樣的話 這些Network都可以幫助它判斷 等一下要下哪裡的幾率是比較高的 那另外 它還會叫 train另外一個Network 是針對現在盤面 做一個Revasion 就說 欸 那我看這個盤面 我贏的幾率是多少 然後 所以它有兩個 主要可以分兩大Late Network 一個Elect Network 預測說 我等一下要下哪裡比較正確 那另外一個Network 預測 是給你一個盤面說 欸 我這樣的盤面 我提的幾率是多少 對 然後那這幾個Network 會等一下在 呃 去Search的部分 會讓他們 各司旗子 知道嗎 每一個都會有它的用力 對 然後那我會先大概的介紹 這幾個Network 然後那首先說一下 就是左邊的部分 欸 就是左邊的部分 就是人 學習人類騎舞的部分 對 然後 那人類騎舞的地方 它首先它下面 它拿的DHC 是KGS 好像是一個線上下維持的地方吧 是嗎 其實我不太確定 好不好 總之就是有一些 呃 人類高級 人類專業騎手的騎舞的地方 然後它有 呃 十六萬局 然後有 兩千九百萬的 呃 盤面 然後 那它 然後 那這些 騎是有就是 六段到九段 那在圍騎裡面就是 九段是最高的 然後所以 六段到九段 你可以想到他們是 就是比較專業的 直接騎手 下手來騎 對 然後那 High Training的時候 就是有一部分的 當委員會 拿起來 它 預測的那下一手騎 在哪一個 精確度 然後 呃 它在Train的時候會 會Train兩個Network 像剛剛說的 那其中一個是 比較深的Network 就是這個 然後它是一個 十三層的 呃 十三層的CMN 然後 呃 然後會是 每一層是一個Conclusion 加一個Rule 然後有192個Rule 然後它的看中算是 呃 第一個CMN是5x5 然後之後的13x 然後它最後Train出來的這個 準確度大概會有 有57% 也就是說你可以想像西版這麼大 有380個 但是它有57%可以 預測到 Natework下一手 會是在哪裡 對 它是預測 它不是預測勝負 它是預測下一手 對 就是這邊的Network是負責預測下一手 然後所以它最後 奧布的會是一個盤面 那每一個點都有它的 它覺得的機率 對 然後另外一個它 像一個 淺的 呃 你可以想像的Network 或者它是一個簡單的另一個Sofimax 然後 那這個Network 它相對來說很快 因為它不像的是 因為它是13層的 然後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它的準確度比較低 然後等一下在去設計的部分 它會需要這樣的Network 去幫它做一些 旁邊的Reformation 就是 呃 它有時候可能 在搜尋的時候 它會需要一個快速的Network 然後不一定那麼準 但是它可以做一個 呃 很深的搜尋 對 那所謂Network 就是 一層的Dance 這樣子 對 一層的Dance 對對對 好 然後那 我們先接 然後那 它用的Feature是什麼呢 那其實它的一部Feature有 19x19x19x48個盤面 然後 那其中比較標準的當然就是 呃 黑色棋子的位置 跟白色棋子的位置 然後還有 呃 我是黑還是白 然後那其他的部分會是 呃 人類Domain Knowledge的Feature 呃 上面是 顏色的 就是 顏色的部分啊 有三個 一個是 是我這個玩家的 棋子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對手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是 空 現在空屋旁邊的地方 然後 那 下面這些其實都是 一些 比較Domain Knowledge的Feature 那 舉例來說 呃 這個是 我這個component 呃 別人還要下起 都只可以把它吃掉 然後那這你可以想說 這是 呃 需要用到人類Domain Knowledge 才有辦法算出來 而且人類Domain Knowledge 覺得這個是有用的 那所以在 Alpha Goals 有使用這樣的東西 那在Alpha Goals 有什麼 但Alpha Goals 然後例如說 還有這個 我被吃掉的話 那我會 我會被吃掉幾顆 然後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 呃 總之大概就會有一些 像這樣的 呃 人類Domain Knowledge的Feature 那Total來說 它會有48個盤面 是這樣的Feature 然後 呃 所以它Input 其實是19乘49乘48 然後 這樣的Data 然後 什麼標籤啊 呃 你說 呃 這些其實不需要 跟這些都可以用一些簡單的程式 直接算出來 譬如說 呃 我這個被吃掉 會被吃幾顆 然後你可以算一下 那我就是我自己連起來 總共連了幾顆 對 然後那上面說 那我這個連起來的部分 還有多少會被吃掉 那你可以算一算一算 那我旁邊別人在下幾個 就會把我吃掉 但是它 一開始的時候 譬如一開始 很少的時候 這個是很難算的 呃 欸 我不會 上面我們看有沒有它的例子 呃 譬如說 在中間的地方 空空的 譬如說 上面都沒有 空空的 隨便下一顆 但這時候 因為它每一個狀態 每一個點的那個 譬如說那個Feature 都要 都要有人 呃 就要我吃掉 那你像 像這種 你用程式 鞋一鞋 就可以吃出來 所以 空白的部分 先讓它是零 或者怎麼樣 就不用再 配胖了 然後 欸對 然後還有一些 像是 比較特別的規則 那在這邊 我們可能就講 譬如說 像 這應該是類似針子 那我會不會被 所以 某一種方式 我會不會被吃掉 它會不會被套得掉 對 然後 那另外一個 因為就是 圍騎的關係 它的盤面是 呃 可以旋轉一些 可以對稱 就是說 我這個盤面旋轉90度 那 呃 對我的情況應該是一樣的 我會因為旋轉90度之後 呃 我贏的騎就變輸了 然後 所以它會做對它的 我們可以選 因為你可以講到試驗問 其實 它原本試驗問加過 它沒辦法處理 而旋轉90度這件事情 或旋轉180 或者景色 這在原本試驗問的 價格 我們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然後 那所以一個簡單處理 剛剛那不如 我們就直接把 呃 給它複製八遍 然後把所有的Cases 考慮進去 然後我們就完成這件事情 對 那所以它會把 威脅盤面做 在它擁定 然後把它 嗯 旋轉加硬正 然後變成有八倍的 八倍的盤面可以使用 好 然後所以像剛剛 就會用那樣的東西 當進步的Data 然後Tramp 就是兩個 呃 一個是 比較小 然後比較快 比較不準 那另外是比較深 然後比較慢 但是比較準 然後 那假設我們有這個 比較深 比較慢的這個 這個 就比較準的 應該說比較準的 這個Network之後 然後 我們可以再用 Reimbursement 讓它就是 improve它的 performance 然後它的做法是 呃 首先它會用 這個 剛剛人類型 train好那個Dominition 然後之後 用Policy規言 去train這個 這個 呃 就任多生人一部分的Network 然後 那它的做法是 這樣 就是說 呃 這邊是剛剛一個秀王的Network 然後之後 那我會把 它 就自己跟自己對象 就是 呃 這個是 呃 我的分身一號 就是我的分身二號 然後 於是我們就下一個 然後就下完 那下完之後 我就會知道 如果贏了還是輸了 然後 之後 會用快secret 把它train around 然後就會說 假設我現在贏了 那我剛剛下的每一步的 機率 就把它調大贏 然後 如果我輸了 那我剛剛下的每一步 機率都調小一點 那當然 就是有可能就是說 我這一步下的其實是好的 然後 其他步下爛 然後自我 呃 壞掉了 但這個本身reporting 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可能做得不好 我可能會壞 但我最後輸了 然後那我還是全部把機率都調小一點 那但是 它會很怕是 會有點去update 這樣的model 然後把它殺過去 那另外 它有一些 比較 為了 類似穩定性的東西 做的一些事情 那 舉例來說 呃 在 train完之後 那它會 每天一個 就是有點像 呃 敵人的 然後 它每500文 應該是每500文的時候 它會 決定一下 就是把它放到這個 我敵人的過 所以我敵人過 裡面就會有第一文的結果 第500文的結果 跟第一千文的結果 然後我每次 我每次要決定 要拿哪個 哪個 network出來的 我是我最好的自己 但是我的敵人 我會拿一個 呃 從剛剛放進去的那些 部門裡面挑一個出來 那不一定挑到哪一個 然後 然後他們好像覺得這樣 train起來會比較穩定 那雖然不太確定 運氣市場 對 好 所以它是把那個 剛剛那個 TUO這個 這個 呃 一開始先train好的 這個CNN網路 是在這邊 當作 它的位置當作是 英雄 然後用RL 在做的時候 它事實上才會 update回來 對 對 對 然後再自己跟自己想 可以update 對 然後不停的update 就是型的model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 所以它從此updateRL的參數 也要update CNN的參數 呃 沒有 它的RL就是用CNN來當它 沒有 那CNN應該是拿來 當它的environment 呃 CNN就是那個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model CNN就是rein 對 我們好像還沒有很仔細講 是的 我們還沒有講到這種 呃 因為 你可以想像Renforcement learning 它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呃 我針對現在的state 那我要預測我的action 是哪一個 對 那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 可以用CNN來模擬的 對 所以我們CNN model 做的事情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它tag一個state 然後pondition一個action 對 對 然後那 Renforcement learning model 就拿CNN套進來 對 我在想我怎麼套 就 其實算是它的環境吧 呃 不是的環境 就是它的policy 它的policy 它的policy是一個model 它每一次 它在每一個 每一手 它都會 這個都會經過這個CNN 去做一個predict 但是它的rework 可能通通是零 一直到最後才會有一個rework 對 然後才整個 在一路上 對 然後贏的 所以它CNN不斷地去做 它不斷地去套用這個CNN去做的動作這樣 對 然後一直predition predition 然後最後我贏了 那我就把 我剛剛一路下 做的action 全部提到它幾率 那如果我輸了 我就把我一路下的action 都比較厲害 我的CNN就是我的Q 等於是有點是Q Q SA 這樣子 然後每一部每一部 就是 對 類似啦 不過因為它這邊是 它是 Q的話應該是 givenState的action 然後 return一個 一個value 對 它這邊是 given一個state 那它還要 好 它是policy 然後比較不適合 對 它是policy 它是policy OK 然後policy就是 givenState 要預測下一個action 是不是 對 OK 好 它只能讓它對到CNN 欸 CNN 它 它對什麼到CNN 因為 因為 現在的function 比如說它的 policy的function 就是CNN 你given一個state 你在每 你從第一部開始 你的 空空的 你就給這個CNN 那就跑出來 就是action的 的 的機率 然後再下一次 也是一樣 它在一樣 再丟到CNN 每一個state 畫面會不一樣 就是 喔 我現在這樣一點 對 但是整個完整的CNN 就是從頭 開始下半部 對 所以它從第一部拍下 然後下到晚 下到晚 才有一個remove 然後整個在update 對對對 然後基本上 就覺得80塊一點 就在這件事情 這樣 它要update的那個 要很深 嗯 對 你也可以講一下 就是要 幾乎是 一板成 等於是有一點是 RM的time step 但它每一個是VB的 對對對 所以它不會 而且也是一樣的 所以它不會 不會真的 不是串起來的那種感覺 是每一個是分開的 對 呃 就是同一個啦 是同一個 對 不會真的那種 像不能一樣串起來 喔 對 對 OK好 對 然後所以會用 像passe固點的方式 讓它train 對 然後 那我們剛剛都有 我們剛剛有 現在有三個rework 第一個是快速的 然後第二個是 呃 第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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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是 人類洗手train的 passerework 那 經由這個 人類洗手train的 那我們用 rework 或是再train一輪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 rework 設定的passe 那 suppose它可能會比 人類train很好 那最後一個 我們還會有一個reversion 然後它是用來 reversion盤面 就是very network 然後 基本上它做的事情 就是given一個盤面 那還要預測 等一下我會 M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你會想到它 誒 是 是 所以我可能會 像 嗯 嗯 嗯 好吧 先跳下一頁好了 然後那 所以基本上它的做法 是這樣的 你可以想到它其實就是說 我 基本上一個盤面 然後我就要預測說 誒等一下 我這樣 這個盤面我下了之後 那我會贏的 機率是多少 然後我這個也會 做這樣的事情 那每一個盤面都會 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那基本上它的做法 是說 但 它在這裡面加了一點有點像 Random的機制好了 避免說 有點像 我的Network卡在一個 Local地方 結果我都沒有去 類似搜尋一些 我沒有看過它面 那所以它的做法是 它會先用人類起手的 幫的 那個Network 下架來下幾台 下幾台 下幾台 然後下到 中間某一個Random的地方 之後它會Random下一手 然後接下來 再用reforce return 的那個plus 看不會把它救回來 就是說它剛剛也不爛掉了 那我現在好好 就看給把它救回來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想說 第一個是它 可以針對一些說明 它完全沒有看過的Case 說不定在人類起手 都沒有下過這麼奇怪的情況 但是我們加一些Renet 的時候它就可以 遇到一些很莫名的情況 然後 就避免它卡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 就不會像 避免 有些人會說 例如說 阿發會說 你會 沒有辦法 覺得對於那些人類 不會下傳人類 所以沒有辦法 很好的應對 然後那但是有 這些Renet 其實讓它可以對 這樣的情況 其實有一定的 能力 對 然後那這邊的做法 剛剛也有點像 就是我這樣下完之後 那每一個 我都會有 這個方面 我預測的 Value 就是我贏的機率 然後那我一樣 就針對每個場面 然後我去Chain 選一個reversion 然後就說 你這個最後是不是會贏的 然後這個是會贏 假設我最後贏 然後這個最後是會贏的 然後選一個reversion 那你可以想要reversion的話 那 針對一個盤面 我有時候贏 有時候輸 那reversion的結果 你可以想到它 Ruby是一個 一個平均的結果 就是例如說 我這個盤面 我看到了7次贏 3次輸 那reversion結果 其實Ruby 會是0.7 之類的值 假設是用L2Lose的話 看Lose不一樣 會不太贏 但 簡單的reversion 會有這樣的性質 然後所以 那比較 這個盤面如果 比較有可能 它的倍率 預測值會比較高 那比較容易 比較可能出的話 那其實它會只有Ruby 對 然後 所以 最後用reversion 那它可以預測 地面的盤面 那它可能 你的機率是多少 好 那我剛剛就是有 各種 然後有這個 可以預測 那個 我現在手要向哪裡比較好 還有reversion 然後那這些 會怎麼樣被使用呢 然後 那主要會用到的地方 都會在這個地方 就是Modicology Search 然後那這基本上 分成四步 那我等一下會 一個一個講 那基本上 的做法就是說 剛剛是Network 就是都做得很好 然後 但是他們發現 就是只用Network 做好像做不太好 那我們要搭配一些 這個Modicology Search 的方式 所以我一定程度的 往後 看幾步 然後才重新決定 是不是真的 要向哪裡更好 那所以 假設我現在在這個盤面 然後 我真的會做的事情 是Pay 我會先 呃 試試看幾個步驟 用 剛剛我 ParseModicology 來說 我比較高的 我比較有可能下 哪一些地方比較好 然後於是我就 呃 往這些地方下下看 然後 下了幾步之後 我會 對這個 呃 呃 這個地方去Reveal 這個情況的好不壞 那 有點像我們剛剛 一開始說 人類在下的時候 就是我現在這個盤面 然後會選幾個 我覺得比較好好的地方 然後下了幾手 那我覺得差不多 我就去Reveal 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對我的到底是多好 或怎麼壞 然後 呃 所以你會想要Modicology 之後你就會再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對一個盤面 他先決定下幾手 然後 把這個速度 沾開一下之後 然後我會對 呃 在這個盤面上面 做Revaluation 那以Revaluation 方式有兩種 然後 呃 等一下會提到 Revaluation 哪兩種 然後把一個加權平均之後 做完 然後最後再 把它當成就是我最後的 呃 的 我在這個盤面上面 最後要下的地板 然後最後再下下去 對 然後 那先講第一步就是 呃 我要怎麼決定 我Given這個盤面 那 我要下哪裡 然後 那 我們剛剛其實有一個是 Police Network 然後 他會預設說 我們要下哪裡比較好 那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P PSA 他會跟我說 欸 我這個盤面 我們下這個Action的機率 要下哪裡就剛剛比較好 然後 但是因為這會有一個Bendy的問題 那 我們一開始沒有講過Bendy 那Bendy的意思就是說 呃 如果我一開始下了 如果某一個盤面 他其實是好的 但我一開始sample下去的時候 我 可能 縫條sample到比較爛的那一步 然後我就輸了 然後我就以為這部很爛 然後我就一直不去sample他 那這可能是不太對 因為我 因為他只有試過一次 然後輸了 我周邊要 呃 四個幾次 然後他都輸了 我就可以決定說 欸他真的這一部真的是太爛了 我不要再瘦型了 然後 那Bendy基本好像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 呃 所以 他在選的做法其實是這樣的 他要選哪一個 選下的 首先他會 呃 考慮U的Q STA 那Q 你該想像是 他真的蒙地牌去這裡展開之後 告訴我的好壞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講一下他怎麼 但你可以先這樣想 然後 那另外一項就是U U怎麼來呢 那U 包含兩項 那第一項就是我 呃 Parse Network告訴我 也就是說 一開始如果我 Parse Network告訴我說 你下這裡比較好 那他會有一個比較高的處置 那 隨著 我Sample的次數增加 NR是我Sample的次數 那隨著Sample的次數增加 那 這整項的影響會開始越來越小 因為 呃 N會越來越大 但是上面是LESS 太剛好 然後他會漸漸的LESS變小 然後 也就是說 呃 我Sample越來越多的時候 然後 那其實我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基本上就是Upconference棒 對 是這樣的概念 然後 我一開始好像講Bendy的時候講不到 所以他們 那時候網上沒有 所以不知道 對 然後 那所以你可以想說他就是包含 考慮三個影子 第一個 呃 我的FryerP 告訴 要從Pars Network來告訴我這個好不好 那 第二個就是 呃 我看過的次數 那如果看過次數比較少 我要給他比較高的距離去Sample 那 第三項就是說 我真的Sample完之後 這個Performance的好畫 然後 我同時考慮三項之後 那我 才決定說 我要 呃 我這次要 看看哪一個點 然後下去報收 看Performance好不好 對 然後 呃 所以 呃 正在這個盤面他每個地方都會想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說 欸我剛剛這樣子 決定 那我就先試試這個地方好 看看怎麼樣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他怎麼做 expansion 然後 就是像剛剛試了一次 那只有一次的情況下 那他 還不會 做比較深層式的 搜尋 那舉例來說 假設 呃 欸我先講一下也好 先講一個月先好 那 假設我現在 呃 走了一步之後 那我要怎麼知道他 的根本是 好不好 那他會有兩個 東西來做 那第一個是 就是我們剛剛 就是 Chain的那個Ruburn 大家給一個盤面他就告訴我好不好 然後 那我就可以 得到 這個盤面的好畫 也就是說我搜尋下面一步之後 那根據 就告訴我 欸你這個盤面是不是好 或者不好 那第二個 就是我們剛剛 一開始Chain的那個 呃 又 比較簡單 但比較快 但比較不準的Network 他會用這個 把他一路下 下到 呃 盤面結束 然後再一路 然後盤面結束以後 告訴我輸了 然後我用這個 來當成他的背影 也就是說我會有兩個部分 然後最後再把 這個結果加進去 所以就是說 呃 一個會有 Variure Network 幫我直接 一個Relation 第二個我用一個簡單的Model 然後直接把整個盤面衝完了 然後告訴我說 欸你最後衝完了 那每次衝完了 結果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因為是 Monticolor Research 所以他本來就是 呃 就是下下看 然後看結果怎麼樣 然後 那 呃有剛剛 剛剛被入 Relation的部分 那 呃 但是我總不能每次都下 就只判斷一步 我就開始做Relation 因為我們人類其實也不是這樣 就不是我 我每個只判斷下一首以後 就馬上Relation 然後就結束了 那其實我是會 呃 更深的下去 下了幾首以後才看到 那 所以他 呃 怎麼決定要更深呢 其實就是說 呃 我一開始現在是Sample 然後我發現 欸這邊Sample是做好 欸這邊Sample是做好 有點多的時候 那我就會針對這個地方 嗯 做更深的Extension 就是說 我等一下Sample 我會Sample兩步 才做Relation 然後這個地方 就屬於 Modicolor Research Extension部分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然後超過了它就把它Extend 對 然後那最後就是像剛剛說的 那然後 最後Relation完之後 然後我會把這些 全部Update回 剛剛 一開始用的那個Q 也就是說 Modicolor Research 告訴我說 這個盤面的好壞 那它會一路這樣 往上傳回去 然後 呃 NV 分子WV NV就是Value Network 試過的次數 然後 WV就是Value Network Total告訴我 會贏的次數 然後 NR 就是WR 然後 我把這兩個 的結果 把它再重新拼起來 然後就當成 我這個最後決定 我要 下哪裡 的 的 是比較好的決定 然後 所以這樣 我們一開始去Search 基本上就是 分這十個步驟 然後 有點像我們人類的方式 我一開始先 大概決定幾個點 然後 我決定展開幾步之後 做Extension 然後它Extension的方法 是把兩個NV 一個四個 NV 然後 然後 之後 可以判斷這個 我持續不一樣 下得來 對 然後 然後 那 其實兩個結果 它這邊一直秀 我覺得兩個結果 可能真的會是不一樣的 然後 那 一個四百的NV 他可能會覺得 這裡比較好 然後第二個 可能 衝到底他會覺得這裡比較好 那 不過也不知道為什麼 哪邊 對 好 然後 然後 那 剛剛部分大概是ABA AGO的部分是怎麼下的 對 後 大家要先問問題 所以要強化過這個 好 好 好 那 請教一下 對 我想問一下 像Berry Function 它的 它的 就是它的模 它的模擬 會跟 就是剛剛那個Policy 的情況 會是一致的嗎 喔 就是不會 就是不一定會 對 然後再下一版之後 還把Value跟Policy 合成一個Network 一起做 對 然後應該說你可以想像 就是ABAGO 本來就比較複雜 它複雜的原因就是 你可以看它這個 很多很複雜的Network 然後到了Value的時候 它有 它有一個Value Network 但是它也沒有一個 錢的Network去衝到 然後 像這些就是你覺得 整個這麼麻煩的事情 就是在 在ABAGO之中 不是沒有 就是例如說 它Churn了這麼多 Policy Network 然後Policy 你又覺得分貝度很像 然後 為什麼它又要分量 然後 但是這些在 在ABAGO裡面 不是沒有 所以看起來是 它一開始 因為可能Value先做這個 做一做看來 就是勝率大概是這樣 它就覺得要 要去把它patch 或者把它 就是在搞的一個東西 那種種種種種種 可能就是長得很大 那時候ABAGO好像有說 就是 好像是彭世傑 他說 就是 Berry Network好像是 某一天它的 任何一個創辦 忘記教程 然後它好像有一天 就突然間提了這個 案件 Dame Serial 好像是說 Dame Serial 然後所以 可能它就有點像 Page的方式放進來 就是 好玩你講 你就來 就放在旁邊 去試試看 這樣 然後試完再 兩個再去一個人 所以你就會覺得 感覺好像 有一點 跌床駕屋的 這種種種種 就是 Kinder Assembly的那個 概念 也就是 而且我猜 它那時候 它的硬體也沒有 像後來 Alphazone Zero 就是它可以 轉很快這樣 我想要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 Roll-Out Policy的那個部分 因為它是用一層Dance 它是因為算力的考量 讓它覺得時間來不及 就是假設現在 好算力越來越強 然後 它是用兩三 就是它是有特殊的意義 所以才只用一層 然後快速算 還是它的快速算 目的只是 因為它的算力的考量 所以 它就會怎麼 我覺得我們很算力的考量 但因為它在你布裡面 把盤面怎麼下 我覺得這個 還是有點要求 而且它底片是有點高 它沒有辦法 很好的平行 所以我覺得 它可能還是 一定程度需要 快這件事情 對 了解 所以還是 就是 其實就是計算的 效能 對 好 那 那 我快要講 就是這個 Avacode 那 Avacode 它想做的事情就是 那 我們剛剛有一些 Domain Arrange 那 例如說 這個 棋盤上面有一些feature 然後是 最主要就是我們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 我還 看著人類企圖先做 然後才開始做 人工生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把這些都拿掉 然後 那說不定 拿掉 第一個是我們沒有 channel起來 然後那第二個就是 說不定會不會 沒有人類干擾 會做得更好 對 然後所以 第一個就是 我們沒有用的那些旗鼓 下這個 下這個 所以它是完全的 然後它從 Rending開始下 所以從一開始 Rending 它自己不斷下一通 但是漸漸的就會 學會下一些路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沒有用 Domain Arrange channel feature 那基本上它是拿 原本的盤面 就當前 就會進去了 它其實是 19x19x 好像是700 然後但是 它的那些盤面可能 只是History的內容 就是它把前幾步 也拿進來當feature 對 對 然後另外就是 就是它 其有源 會把剛剛 我們分 主要分成Path 跟Variure 部分都合併成一個 然後但是 它會 它會在最後的 一層分兩個 Prediction 然後同時 Prediction 等一下下台比較好 跟 這個盤面的 值大概多少 就是我 我會贏的期率是多少 然後最後是 就是剛剛的 Tresearch 你可以想像最後 有一個內容 有一個內容 是直接 一個內容 下面有一個 RAWOUT 內容 然後它會在這邊 它只用 Variure 內容 然後不用RAWOUT的部分 就是下方的部分 是沒有的 然後你可以想像 就是 所以 為什麼說 APAQ是用我講的 比較簡單 因為它沒有像 剛剛很多很複雜的事情 譬如說 沒有人類的Network 沒有人類的資料圈 最後才有換到 原物是內容 然後 然後 也沒有像 Revaluation的時候 我要考量走 不用那麼細 然後再來說一下它的 它的feature 是19x19x19x17 然後 一尾是 就是 顏色 那為什麼 就是我是黑的還是白的 那原因就是 黑的要貼入 然後這個 我要知道我是黑的還是白的 然後再來是 那 另外16個基本上是 代表 一個代表是 我的棋子的地方 那一個代表是 對方的棋子的地方 然後 它會是 有前8步的結果 然後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剛剛有說打結 那打結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馬上提回去 那我要判斷那些錢 我一定要從 上一個盤面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 所以它至少會需要 上一個盤面 來幫我判斷那件事情 然後 但我會確定就是 拉 例如說 真的拉到 上8步 是很有 是 就真的需要這麼多 因為我覺得這邊 不太確定 對 但至少上一步絕對是需要的 對 然後 那所以它現在 下1-9成一個 呃 之後 它一樣 呃 input 呃 是19x19x19x17 然後它會一開始有一個 contrution layer之後 會過 呃 19或者是39和于19 layer 然後基本上就是于19內 不然我問一下 因為剛剛那個第17個是C嘛 它的 對 對 對 可是你是不是還有空的情況 對 那C不是一個 呃 不太算是一個盤面 你可以想到它是一個 indicator 說我是黑RZ 喔我是黑RZ 對對對 我也是一個C 對 然後但是它好像是 攤乘19x19 那每個都是D 或每個都是D 告訴我40 然後那 所以就是它一開始經過這樣 然後 選過一層conflution之後 後面每一層都是用59圈 然後它有一個是20層 然後一個是40層的版本 然後 那 呃 之後會分別有兩個position 然後一個複的position 我等一下下哪里幾率比較高 然後另外一個複的position 我這個盤面的 呃 贏的幾率是多少 然後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想 它是一個function 然後另外一個step 就是剛剛那些feature 就是我現在的盤面 還有前期過的盤面 那我會預測說 我等一下下哪里比較好 跟我現在盤面的 的 贏的幾率是多少 然後 然後 那它的 呃 那它會 怎麼train呢 那基本上它的做法就是說 呃 你可以想像 假設這是一開始的情況 然後那 我會一樣的 我會有一個ation page sample 那我一樣用 呃 然後接下來就一樣 做這件事情 然後用train 然後 然後就一樣 等一下下 下完 然後之後我會有一個 類似的結果 利 利就會告訴我時候是誰贏了 然後那 呃 玩完之後我就可以 開始勸我的媽了 然後 所以我 類似剛剛說 他會一路刷回去 然後利的部分 會直接update到 他的vary內容的部分 就是讓他來判掉是誰會贏 然後那另外 那 呃 就是 parse network的部分 它會 根據monica的結果 說 那我的parse 最好要跟我monicolor的結果 呃 攤開的結果是一樣的 然後 呃 用來train parse network 所以 呃 下完之後 我會有兩個update 一個是利跟V 利就是 呃 那V就是我model prediction的vary 呃 value部分的結果 那另外一個是 P跟Pi P是我預測action 的機率 那Pi是monicolor去射取以後 告訴我比較好的機率 然後 呃 所以他Rose function total長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分別 這邊是corsential的Rose 然後這邊是m2 5格選的Rose 然後這邊是recognization 然後 呃 他Rose長的這個樣子 然後用plastic點 就發出去 然後就可以把這邊的chaining完成了 那再講 就是 呃 呃 呃 因為 呃 前幾步期的都一樣 那只有在evaluation的時候 那一部是長期一樣的 然後所以 呃 我就專注直講那個地方 那 呃 剛剛我們其實有兩項 就Apacore整理的兩項 那一項 那一項是這個vary network 告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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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是 用rote out 展出去之後的 配備用rote 然後現在又只有一項 那基本上就只有這一項 就是告訴我 用vary network 告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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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也就是說 他 呃 他是 也就是說 他是攀開之後 到這一個點 他用vary network 套上去 然後告訴我說 欸這個地方 的reward怎麼樣 然後我就結束了 我並不需要真的下到來 那這個 你別想要就 有點像 我去 我 下了幾步之後 那還是我自己去 就直接在那個旁邊上面 看結果怎麼樣 然後 用來判斷 最後的 用來判斷要不要下難 然後 然後 那 這邊的policy 這邊的mgcology 熱群 你可以想像 他是一個有點特別的 的東西 就是說 我會 針對這個旁邊 然後 我用policy 我會有一個initio的p 就是我 的 我覺得要向哪里比較好 然後根據這要向哪里比較好 以後 我用mgcology熱群 快展開 一些 一些搜尋 然後 他會再告訴我 欸 嗯 他搜尋滿的結果 那就是 假設我們叫 我們把他叫做 拍p 拍p 假設p是我 現在的policy 就我覺得要向哪里比較好 那把剛剛這個東西 帶進去 mgcology熱群 他就告訴我說 另外一個結果 就有mgcology熱群的結果 那 在最佳的情況 這兩個 就我覺得比較好的地方 那跟mgcology熱群展開 應該要一樣 那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我就應該把 把我們的程度調成 跟mgcology熱群的結果 一樣 那所以剛剛在下 Costentrum的那一部 其實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 Dention的時候 他嘗試把 我的原本 預測的p 然後跟p1 一整一樣 那他在解析就是說 我希望可以找到 就是 一個ultimo的policy的結果 然後 而且他在帶進 mgcology熱群展開的結果 還是這個樣子 那這代表說 你的policy必須是正確的 那不然的話 他一展開 那結果就不一樣了 那不是很奇怪嗎 就 那你剛剛就是在 在騙人 對 然後所以 他其實在mgc熱群的群組 把他當成一個 improved policy 的operator 就是說 given一個operator 然後做一些事情 可以再變好一點點 那 最想的情況就是 這兩個無聊一樣 然後他的training 也是用這種防治處 對 然後那這邊 就說一下 就是他的 類似分別 那他的abago 只有在 36小時的時候 會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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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實的版本 然後我覺得 他那時候abago 跟理事實相 然後 這條線才是 理事實版本 然後 這條線是 那因為他應該是 ran一點下 然後沒有 supers不分 所以他應該是 很超 但是supers的話 他應該是 比較好的 但是最後的時候 他會 就是最後 怎麼只會在 好很多 讀書那裡 不是那裡的部分 然後 所以 大家就先 大概記一下 就是大概 36到40小時的時候 他會到達 差不多 人類領先的水準 然後在後面的時候 他可能會是 更高的水準 然後大家記一下 然後 然後 那 這邊是一些 比較 量化 直 直 直性分析 就是用眼睛看一看 對 然後 那你可以想看一開始 他這個就在亂想 我不知道大家看 他是不是亂想 但是他有點在亂想 就是說 不管我最後 要不要穩定 他就在一開始 就是想辦法不見人 吃掉嘛 就在中間就 牛打神一團 對 然後到了這邊的時候 他開始建議就是 會做一些 想辦法不會讓我的直死掉 然後做一些 就會這樣 死活的解決 就會解決一些死活的問題 就是說 我開始會 不讓我的直死掉 然後讓我的直活下去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他 他開始會 真的考慮全盤 然後 考慮微低 然後最後 是 真的是在微低 就是直在亂 類似看 我別在死掉 或把別人直吃掉 的東西 對 然後 那另外 我以前裡面有一個東西 叫定時 那定時就是有點像 人類已經 研究了一些之後 我們覺得這個下法是好的 然後很多時候 在比賽中會一直出現 然後因為這是大家覺得 比較好的下法 然後 那當然有時候 我們要選擇 要走哪一個定時 對我現在的檯面 是有利的 那具體來說就是 假設 我覺得 比較少定時 比如說 假設有一個人下這地方 那你可以考慮 就是下這地方 那他比較好的回應 例如說 一種可能是下在這裡 然後接下來 那我一個比較好的回應 就是下在這裡 然後接下來 可能這樣 欸 沒有錯 還是順序應該是 1 2 3 4 5 6 對 然後這可能是一種 就是經有人在研究以後 我們覺得比較好一下 那定時是會嚴禁的 因為 例如說 又過了一段時間 人類發現 某一步 是這個地方 才是比較好的 那定時就會變 然後 定時也會被淘汰 例如說 一個很久 一個定時 然後最後我們發現其實不好 然後 然後 人類就 比賽中就不會再出現 然後所以 定時是會 有點像 隨著人類起立 他是會出現 然後或者淘汰 或者是改變 對 靠路 靠路 對 你也可以這樣講 對 然後那 上面這一排是指 人類常見的定時 然後在 在APAGO主流的時候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 然後 你可以想說這幾個 定時是常見的 合理的定時 然後那下面這一排是 他APAGO 他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他最常用的 他自己覺得定時 然後他一開始其實 盆溫子很爛 所以他一開始下的東西很奇怪 然後進來覺得很合理 這樣 然後開始 漸漸的他可能就會下一些 可能我們覺得 些微比較合理的定時 然後那下面這個大概在36小時左右 然後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 有點像近三三 然後就是說 別人下在 依他下在這個地方 然後從這個地方去 奪取他的那裡的能力 然後這個地方 其實在 一般職業集中裡面 不認為這是一部 一開始就很好的一部 我覺得你必須要在 比較後來不得已的時候才進去 然後在一開始的時候 不會覺得你一開始進去很好 因為 你可以講到說 如果他一開始游進去拿 下完你就果然覺得 黑這邊有一堆牆 然後他會對這邊的影響會很大 所以一開始我們其實 不會覺得這樣比較好 然後不過因為在 阿媽公對比試池的中 他其實下了幾首 類似這樣的情況 就他在早期的時候 就有嘗試下這樣的棋 然後 我們好像也開始覺得說 下這樣的可能 說不定是合理 然後好像在後來 就是類似柯傑 所以他們也有嘗試這樣下完 對 然後大概在36小時 你可以想到大概跟我們人類 其實差不多 然後在漸漸的到12小時的時候 他也有出現自己 可能不一樣的定時 然後當然 我們可能並不一定知道 就是他很喜歡這樣下 但可能以我們來說 我們還不理解這樣下 是不是真的是很好 那舉例來說 一開始如果下在這邊 然後二來想要奪這個區域 大概跟他瓜分 然後三通常下這裡在圍棋裡面 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好奇 那原因就是這個地方有點覺得太小了 不喜歡 所以我們應該要追求更大的地方 對 然後 所以 但是在AlphaGo 有點像在人類 差不多40小時的時候 他也確實沒有覺得這是一個好奇 但是在更後面的時候 他開始覺得好像這樣是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想到有點像 AlphaGo在圈棋的過程中 然後 在40小時差不多跟人類起力差不多 然後那時候他的定時也跟人類是差不多的 然後燈隨著時間也進 他開始放棄一些人類正在用的定時 然後用了一些就是 我們還不一定遲到的過程的定時 但是他開始往那個方向走 對 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定時之前哪一頁 嗯 這頁嗎 對 就是說他這個 他下集有大概有這三個過程 對 這個是AlphaGo還是AlphaGo AlphaGo AlphaGo不好意思 就有可能跟我們在一起講的 那他這個是 就他有沒有學過人類起力 嗯 所以我想說 真正的人類也是這樣搞的 因為我也不會下來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人類是這樣 因為他們可能見得到很久以前的 情感當相 就是人類習慣也有可能是 有可能 不過我講一下我一開始學我一起的話 我一開始學我一起的話 其實是從一個角然後開始進行跟對方 一開始自己下集的話會這樣 就是你在一個角 然後兩個人在一個角 就是自己殺了殺去 然後最後把 漸漸的把從上面錄完 就是你不會考慮 就是你要委屁或什麼 你會在一個角上面 跟別人搏動 然後殘動 然後最後就是漸漸發展 你就把整個氣氛下去 對 然後但是漸漸的 你就會開始就是 呃 掌握整個局勢 因為你開始了解說 其實我是要委屁 我不是要在這個角上把它吃掉 然後你漸漸就會開始考慮 整個局勢上面 我們應該 呃 這個角上就算 我現在會死好 但是說不定還少一點點 我根本不重要 我去旁邊搶一個很大的 是更重要的 然後漸漸的人就會開始 往這個方向走 對 然後那這是另外來講的 就是這是人類專業棋手機 然後它其實頻率上面會在 差不多40小時 差不多跟應該是差不多的時候 它是最常使用的 然後那這是一個 呃 嗯 就是另外一種定型 那這都是人類常見的 然後也確實都在 呃 40小時左右 它使用的頻率是高的 然後呃 所以它要強調就是說 它在40小時的時候 即使它有很多的步驟 其實跟現在的 人是很能像的 對 對 然後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它超過40小時之後 它可能開始降低它的頻率 欸 它那時候在train裡都是 呃 自己左右 對 我都沒有跟別的人學 對 就是從一開始 就是一直 就從一開始的 Random的那個 對 然後開始 就是自己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然後一直都要train完 它才去真正的去跟人打 這樣子 嗯 對 所以 所以等於是有點像是 從外星來的 隨便的那個 對 然後它要開始 重新學一次 然後有一期 對 然後漸漸的套越人類的情況會怎麼樣 對 然後所以 像這邊的頻率降低 就可能代表說 在說不定假設人類 騎力再更近低 就會覺得這個定死是有問題的 然後 因為它頻率開始降低了 就有問題 對 它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統計 他大概40小時左右 他已經就是 玩過幾場 呃 可能有 但我有怎麼看它 然後跟一個普通的 比如說九戰 有幾萬的 你說跟人類的 是 對就是它經歷過幾場 它的程度大概都在這裡 我覺得 尾風生日應該需要更多的場 而且可能是需要更多更多更 它那個級數好像還滿 就是我只想 看 聽到 看到我不知道 就是千萬個game的那種 就是千萬級的 可是人類從小兒童開始的時候 你也是亂下 也不是說一開始你就有更多的 不過因為我猜 人類其實有 比較多的其他 當案例去可以transfer 例如說 會 例如說你下圈圈卡拉差好了 那對你下圈圈可能有一定的優勢 然後那你會下象棋 雖然兩個人不一樣 但 你會下象棋以後 你還是對圈圈 收益會有點猶平 你會開始知道 我 搜尋的時候 我開成社群 然後或者說 我 我可以 我不知道 或者說不定我看孫子平 把他對這也會 就是我開始會騙他 屬定 之類的 然後所以你應該想要 人類是有很多其他的 都可以拿去 那有可能是 然後它是可以幫助我們 下圈圈的時候 下得更好 所以我們實際上 可能並不需要 像他這麼多盤 就可以 達到很好的功能 對 那下面是另外兩個定時 然後那這些都是在 跟我們現在人類差不多水準的時候 他是沒有那麼常用的 然後但是隨著他自己 越下越下以後 他覺得這兩個定時好像是有用的 然後 就頻率開始提高 然後在最後的時候 他其實很喜歡用這兩個定時 但在我們人類覺得 這不是那麼好的定時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是 長得很奇怪的定時 就是我們簡單看起來 呃上面這個可能是 我們有看 我們會下 但是我們覺得 沒有那麼好 然後下面是這個 感覺好像跟我們現在 長得很遠不一樣 然後不知道 不知道是 比較奇怪的定時 對 好 然後那 剛剛部分是 阿華Go自己的部分 就是主要是把 一些 有點複雜的部分 把它好像 整理一下 然後還有就是 移除一些人類 所以說 有阿華Go自己的部分 包含 Domain Knowledge的 Feature 然後還有人類型 然後 所以說 有阿華Go自己的 然後 那接下來會講 阿華Go自己的 阿華Go就是 把Go拿掉 就是 我會把Apply在 圍琴以外的 的 騎類運動 那 不過這邊他 用的是西洋騎跟 降騎 然後 那這兩個 騎的規則 都有點複雜 我覺得好像比相騎複雜 對 然後 就馬上就是西洋騎 跟降騎 對 然後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會一下西洋騎會降騎嗎 好 好 嗯 我看了阿華Go 就是我看了阿華Go 研究很久了 到底每個人在講什麼 然後 他有很多神秘的規則 對 好 那舉例來說 就是好像 呃 降騎好像沒把別人的吃掉之後 我們可以把他的騎 放回 旁邊上變成自己的騎 對 對 然後所以你可以想到他的規則 然後 像其實 譬如說 你的小兵走到底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要變皇后 或者是國王 或者是城堡 之類的 對 好像有三個人 對 皇后 呃 國王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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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就是相居跟 跟走心 都 就皇后 對 然後好像還有一個陸寶的規則 就是 但是你都沒有動的話 你可以瞬間交換 城堡跟 國王的位置 對 對對對 就是你可以想到他的規則有點複雜 然後 這些可能都是有點奇怪的 然後 例如說 降騎裡面有像這個 你可以把一個子放上去這樣 很神秘的位置 對 然後 那這邊所以比較一下就是 呃 圍棋跟 這 這 另外兩種期待可能是一個比較的差別 那 第一個圍棋的部分就是 第一個是 translational invariance 就是說 圍棋的在一個 形 他在每一個地方可能都是 異議是差不多的 然後那這些在圍棋是比較強烈的 那在 向期或者是降期 因為像剛剛說 我覺得我走到底的時候 我會 可以變 那所以 一個小兵在 中間或者在 底端的 意義就很不一樣 那所以會導致說 他 並不一定代表說他在上面的時候跟下面的情況 如果配得差不多 意思是一樣的 然後第二個是 嗯 local 他意思是說 在圍棋裡面 我很可能只要看 一些local的情況 我可以決定這local的 的 的 情況大概是一樣 但在西洋棋跟降期 因為他都會有走那種斜 而且可以走很 或者直的可以走很遠 所以他 他 某種上會需要比較遠的資料 才能決定 因為你還是不要 這個 這個附近的 還沒什麼情況 然後再來是 對稱性 就是因為圍棋 有機會講 剛剛說他可以 映射或是怎樣的 懸殘90度 但是在降期裡面 是不行的 因為例如說小兵 他只可以往前走 然後 所以他懸殘90度 以後 意義就很難 然後 那 再來是 Agent Space 在圍棋裡面 就是 例如說有 19x19 然後 就選一個人然後放下去 但在降期或降期裡面 我是要選一個棋子 然後 把他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 他的 Agent的樣子 不太一樣 圍棋裡面最後就選一個人 放下去 那西降期裡面 我是這種組合 就我要選一個地方 走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他是兩個組合 當成一個Agent 然後 再來是 結果 在圍棋裡面是 沒有合局的 那 但是在降期跟降期裡面 都有合局 就是說 兩個人覺得 贏不了對方 那時候 他們好像可以 就討論一下一次 然後就回去了 對 好 那 所以 這邊就講一下 我覺得主要 跟APA夠不一樣的地方 那 第一個就是 剛剛說裡面有合局的部分 那 這邊其實就是 相對 可以想像 應該是挑出 就是 反正我一開始是 正義是一步之出 那我現在就多一個名 那 另外一個 因為剛剛對策性的關係 所以他沒辦法做對他 我們可以選 所以他沒有辦法 相當上說一個棋盤 他可以變八倍來做 對 然後 那在這裡面 要不要再說 其實 他對三種 三個不一樣的 的 的 比賽 或是三個不一樣的棋類 然後 他其實用的 演算法的設定 網路的架構 他用的參數 都是一樣的 然後是用一樣的方式去券這身邊的東西 然後 那 再來是像 呃 其實在案發公司裡面 他有做一件 比較奇怪的事情 就比較 美分的事情 就比較detail的事情 就是說 呃 他在每次券完的時候 他 要不要跟他自己交 他會考慮說 他會先拿這個 新的結果 跟過去的結果 比比看 然後他是不是比了 好了超過55%之後 他才會確定說 欸 這真的是一個比較好的版本 那他才會 把他放進去 就是 update 好好update 我的參數 但是在 update 他就會相信說 欸 等一下大概就比較好 就會整理下去 然後再來看一下 feature 的部分 然後 然後 但 feature 的部分 也有一點複雜 他現在來到 另外兩個的規則 然後 那 不過 feature 的部分 像威奇就剛剛 有 19x19x17 然後在 像威奇跟醬子裡面 他有 119跟 362 然後他好像會 對應到一些 我不太確定 呃 是 呃 應該跟 就是這些型的規則 有點關係 然後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類似 P1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入寶破嗎 我不知道 或者兩個玩家有沒有入寶破 然後或者是 就是一些奇怪的東西 會看牌整個規則 然後 上面這些 feature 他會把它 像 剛剛 圍奇一樣 他會看前幾個時間點 然後 所以他會成為幾倍 對 所以 這個 feature 是 3D5 就是我們現在把它訂 呃 它是 based on 入寶決定 而不是 所以 所以他所謂就是 輸入那個 tomain knowledge 就在這裡 呃 就是這些 對他也他不認為這算tomain knowledge 就是規則決定 規則 因為規則決定說 譬如說入寶只能一次 那我 是必要把這東西告訴我的 呃 我的 network 他才會知道說 呃 我這個已經入寶過 不能再選擇這件事情 然後 對 對 所以他把這 這幾個加起來 一百 加起來五百多 當作是 就是 欸 沒有 欸 這每一個 network 是不一樣的追求 就圍奇的時候他使用的是這個 欸 那你不是說他是 同一個 network 呃 同一個意思是 他在 chain 的時候 架構是一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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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這邊舉 然後這邊講一下就是 action space 就是這邊 以系樣棋為例子 而系樣棋的盤面是八成八 然後 所以他每一輪 他怎麼決定他這個 他會是說 我要從八成八裡面選一個 位置 然後上面的棋子 我要把它移 用某個方式移動 然後 所以他的做法是 八成八是我現在這個 棋子的 的位置 然後就是 walk from 覺得我要從哪裡開始 然後 那 做的部分他有七十三種可能性 然後 有點複雜 就是說 他 第一個是八成七 就是說 呃 一個其實他可能八個方向 那八個方向 如果是 例如說 車 或者是那種 主教嗎 是可以走協的 那他可以走很長距 所以我要把這些長距 都考慮進去 那這樣就出現了 八成七 所以有五十六 然後 還有像 呃 騎士 騎士就跟象棋的馬一樣 所以他走的是一個日 然後 所以剛剛那種又沒有花環進來 所以 那我要再考慮這八個 八種 對 所以我也有八個 然後還有 呃 象棋裡面有 欸 就是 就是你可以變成別人的棋子 然後好像越來越複雜 我也要把他記住 對 然後所以total來說 就有 就有這麼多種 可能的Action 然後在 降棋裡面是 這樣 他用類似的方式 那降棋的環面是 9乘9 然後一樣 他的Action是 最後算是139 那在圍棋裡面 這邊反而是相對簡單 就是說 我在19乘9 裡面選一個放下去 那加1 是圍棋最後要 決定結束的時候 會有一個pass 譬如說 我這一步不下 那兩邊都不下之後 結果開始處理 對 然後所以圍棋而言 total是19乘9 加1 就是300k 所以他要 Dedition 導入 會是在這個space上面選 對 然後 那最後就是他 其實其他的演算法 跟 啪啪 構成是差不多的 然後基本上也是用一樣的 就是 有一個network 當中是Predition 兩個 然後 一樣用我們去尋找 去尋找 然後那最後就是 他的performance 然後那他 比較對象其實是 其他類似 最好的 程式的 的 的 program 就是負責下期的 例如說這個可能是 現在比較會下 下期的程式 然後就是現在量價降級 然後那他在 他沒有提到 就是他在 兩個小時左右 就大概跟這個 可能是差不多 但是因為我覺得兩個小時 這有一點 不太知道是 什麼很一樣 因為兩個小時 其實是 他的 你平常他的 computing power 那他很強 那他就兩個小時 對 然後但 但是 他大概在兩個小時的時候 達到 在下期可以達到 跟 Startfish 差不多的數據 然後在降級 也差不多是四個小時 然後這個 我忘記是幾個小時 但也差不多是這個 幾個小時的類似 然後 欸對 那差不多 所以差不多 就這樣子 然後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說 對危機而已 他最困難的就是說 那個search space 太大 那大到說 我根本沒有辦法做 因為我 直接用搜尋方式 沒有辦法搜尋 那所以我們要 勢必的 在選 選擇 我要搜尋哪些的 我要用一些方式去 選擇 比較有可能 或比較好的下去搜 那他的做法就是 我用 Navoc來 幫我預測 說我接下來 哪些可能是 比較好的地方 然後 那 搜下去之後 他用Navoc去測下去搜 那最後 在 像 收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再用 Evolution VariNavoc的方式 把它預測 那個地方的環境怎麼樣 然後最後 把它整個收回來 然後 讓我不需要真的 射取完整個space 例如說 包含 我只要下幾步 就可以決定 我現在要不要下 那包含 我不是 我下一步的收穫 我只從 有些人選比較容易 然後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 我其實不需要收完整個space 我只要收 我相對少了space之後 我就可以決定 我下一步 下哪裡是最好的 對 然後 所以 是說 有點像 AlphaGo是這樣子 克服這個 危機上面的問題 對 好 那這邊應該就是這樣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他在AlphaGo 其實有看也是 用CMN去認 Action 對 對 那他後面有 Evolution 就是 就剛剛 就覺得他有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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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用CMN 那個 resinate 對 就resinate OK 他如果用 好 可惜一件事 就是 一開始在講 AlphaGo的時候 對 你講那個 那 我想知道 像那個 DMNW 到底 要幾層 他才有辦法去 下網 就關於CMN 到底要幾層 他有辦法去下網 這樣 我印象中 你是說有13層 但是 13層是有辦法 可以涵蓋所有 從頭第一個一次 到最後一個一次 沒有嗎 欸 我在想你的問題 好 我一直說 我以為那個 BerryNavoc 是決定下一次之後 他就模擬了 後面說 BerryNavoc 你可以講 我看完這個檔面 我不是用模擬 我是看完這個檔面 我就預測 你這個贏的機率 對 然後 那搭配另外一個是 在YumaRB 裡面有兩套機器 一個是 我看完檔面 就有點小 那個我用羅浩方式 衝到盤 然後才贏 ValueNetwork的 Ground Truth 他要怎麼去定義他 譬如你現在 Given一個盤面 他就是譬如說 在這一局 如果是 譬如說這一局裡面的 某一個他如果最後是贏的 他就通通是贏 就對了 對 他是這樣做的 對 但是 那盤面 除非他同一種盤面的樣子 曾經被出現過很多次 你這樣比較有可能去抓那個機率 當然說你一開始 那個子如果比較少的時候 那個機率是比較大的這樣 機率是比較有的這樣 對 有可能 不過因為你可以想像他反正就是 那個Neuron Nemo 所以他中間的某幾層 你可以想像他的 一定被做一定程度的壓述了 他的Representation 你可以想像中間的很低層Representation 所以他一定已經 被在一個比較 壓縮的Space上面 表達了這整個Network的一些 這整個機板上面的一些格式 所以你可以想像 就算這個盤面他沒有看過好了 那在 那個Representation的Space上面 他可能也已經看過很像 那所以他可以做到 類似的判斷 基本上Network Neuron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對 我想問一個比較細節的 Network的東西 就是 譬如說我現在下來五顆子的時候 他直接把五顆子放進 那個Network 裡面 所以他不需要再 譬如說把這五顆子的所有 可能性延長看來 然後再把這 可能性的表 就是他就整個看旁邊 你然後先按旁邊就預測完了 所以這樣的話不會變是說 他會看到很多或是空白的地方 對會 對 但是他訓練這個Network的時候 又是以整個盤面都是 就是可能白盲子的模式 他訓練的時候 他會 他需要對 例如說只有一顆子 就是Evaluation 這樣的資料他也要Evaluation 那兩顆子也要 三顆子也要 然後到盤面結束的資料 他也要做Evaluation 對 所以他訓練的時候 他是一個supervice的 supervice的任命 嗯 是嗎 是他 你要因為他選個機運 但他其實是 輪贏過什麼任命 他是一個 對 對 但是因為他 奧 有點像 你贏了 那他有一個這樣的盤面 那他可以 喔 就他有看過他才有嘛 那這個沒看過就沒有 但他沒有 因為沒有State的詮釋選的關係 所以他 也不能說沒有 但是就是他不太有那麼強的State 就是因為Event的盤面 他就直接 必須選個Vari 他跟Evaluation 會秀 他基本上把盤面當作一個State 對 然後直接Event 給一個Vari 這樣子 你也可以從他想的 就是 有點supervice 對 對 所以有點像是 不好意思 所以有點像是那個 比如說我這一盤旗下 十步 然後 最後結構就沒有 我就把第一步 到第十步 之後盤面全部都算還贏 對 都算還贏 對 那針對說第一步的結局 那他可能在我們論中 會有很多不一樣的變化 然後我都考過 那例如說有七步零 三步輸 那我會論論 也許就是零七 那告訴我還是 我有可能是七十七回 對 我在想說 因為他譬如說 但是他的戲 他要 他那部為什麼會是一樣 就是 你看第一個 那個 那個 圍棋是 十九 十九 就是他的 input 是十九 十九 十七 對對對 但是你看那個 又不一樣 每一個 就是降起 跟 chess 他不一樣 對 所以他架構 他怎麼可能會 他基本上不太可能會一樣 應該是說 類似只有第一層的 conversion 是不太一樣 對 conversion他勢必會有 他的寬度 對 對對對 對 好 那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 謝謝